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 这个项目我不投了 反正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 我明白了 那为了大家都合适 我选第二个选项 我想我们做了自己觉得最合适的选择 要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再会 其实这种事情挺正常的 你能遇到啊 证明你是一个很厉害的投资人了 那学长 要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办 周总份额下百分之十 缺缺几个点不值得 钱多的话就值得 好 可不是这意思 其实也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是这个底线 不能夸 那是一个很厉害的 很多人在哑读 有那种在女生里面上喊话 她一个人还不敢去 会带一堆兄弟去 有的人手里还能跟他们一样 随后 远远地看过去 还以别等于是月价 然后那个人还会觉得 不啊 老子真浪漫 但是女生里面更浪漫的话 而且还有那种就是更奇怪的 就是有这种概念的东西 像唱歌的人 我觉得唱歌表白 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但是唱丑八怪来表白 是不是有点过于前卫 哥们儿 您就是 不是着急表白是吗 祝你成功啊 那陆总嘛 这大哥您别看他 你看我 我是演员 对吧 人家可能不用这些方法 但我看您这个掌相 你要不要跟他打个招 别人学点啊 对您将来有好朋友 就走了 还有那种给女生发短信 对吧 但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吧 但是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 帮他一起吧 然后发完之后才觉得不够 然后他就去广场上 找大一大发帮他一起 面对于是 我 Boeing 你不没事 thanks 之前你说 让你陷入怪圈那个人 是他们 是 是 那个人是谁都不重要 既然 好的 我知道的 我相信你 咋吧 你们陆总真有多久啊 一个多钟头了 时间静止了一样 太瘦了 别瞧醉了 脸都起褶了 飞眼圈都严重了 动 动 这 这 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又不是大叔吗 我们这不关心你吗 特意来看看你 别再出什么事 我能出什么事 明明 在我面前 你就别死鸭子嘴硬了 失恋多痛苦啊 是不是 特别是像你这种 像你这种 后知后觉痛斥所爱的 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是 你别怪他 我们之间保证过 我们之间不会有命运的 对吧 不是安慰人的 还是来撒过量的呀 明明 我们出去玩吧 你还没去过 我新开发的房车营地呢 对啊 不去了 为什么呀 可好玩了 不感兴趣 那你想干嘛 我们都陪着你 我真想专心工作 努力赚钱 专心工作是吧 刚好有件事你得了解一下 你爸那公司清禾 最近在二级市场 有公司一直想吃的股票 还有我听说 你爸跟陆国宇的关系 闹得越来越强 老头子闹什么样子 老头子闹什么样子 你爸跟陆国宇的关系 老头子闹什么样子 我看这个 陆总 您跟英时资本那边下午 还有个会呢 我现在过去 你还去英时 那怎么了 也不能因为这些事 不工作 不合作了 是吧 我走了 陆总啊 来啦 林萌 帮我招待一下陆总 我去换衣服 施总 那个 我刚想起来 我约了乐会的刘总 我得先走了 那个小雅 那个你接待一下 好 陆总 里边请 那 您 您要喝什么 我给您拿 咖啡 东西 哦 我好 怎么样 这样放心了吗 他们看着还和以前一样 可能是我小波了 看你刚才那紧张的样子 我现在还有点羡慕 也不知道以后啊 你会不会那么在意我 你以后会让我这么不放心吗 我保证不会 иск الش理 只有不 躺上乒 但是你可以 我就觉得这小碑 的是真的 即使非常好 成真乐 我觉得你陪我 真的很相同 puedes 而且你超 tay的 你挖了 高河 你 你真的 我是不是破坏气氛了 没有 再来一次吧 我向东方民主保证 我绝对不躲了 你怎么弄得跟英勇就义一样啊 不过 真可爱 没事 我会等的 等到以后 你真正想接受的时候 你好 刘总呢 工厂出事了 把我们的货都扣下了 刘总知道后 就带着同事们赶过去了 你们不能掰 不能掰 你们不能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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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 干啥呢 我跟你说 这是我们公司的货 你们没有权利搬走 刘总 我听说 这乐会的资金链 已经断了吧 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 我已经把房子都已经卖了 跟你们收好的钱 一分都不会少的 谁信呢 是不是这样 客气个 我这搬了吧 不能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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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能掰 不能掰 不能掰 别别别 干什么呀你们 不能掰 别别别 不能掰 都放下 都放下 大来的小姑娘 最喜欢多管闲事 第一期代工款 不是已经付过了吗 可你也不能保证 这以后的款 他不查我呀 乐会是不是要倒闭了呀 对啊 对啊 欠你们的钱 乐会不会多 一分都不会少 但是付款周期 我们合同上 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 你们现在这样是 趁人之危吗 哎呀 小姑娘 话 不是这么说的 想让我们相信你啊 没问题啊 你得拿出诚意来 你们几个 压根就不是工厂里的员工吧 对 你们把工厂的老板请过来 他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请他过来 我给他解释清楚 不瞧 老板不在 这个店 话说了算 今儿的 摆你们的前面的 就两条路 一 现在给钱 我放你们走 二 要不搁几个 把这些东西卖了吧 你们不是缺钱吗 到时候分你个零头 是不是啊 对 对 你们简直是不可理喻 你们再这样虎脚蛮缠 我们就走法律途径 人不大 口气挺大呀 不信你试试 回头你额不了钱 还让你们挨个儿赔个金光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我搬 来来来来 别搬 你们不能搬 不许搬 别搬 你们不能搬 你别搬 你们不能搬 别搬 老婆 没事儿吧 在哪儿呢 在这儿呢 走 走 走 去命了 伤口不深 也算是幸运的 手臂上的动脉 如果刺身了 会有生命危险的 谢谢大夫 我怎么看着你好像 刚刚打完架呀 小伙子 浴室不能太冲动啊 大夫 我那是建议永违 你几个混混抓到没有 刚刘总给我打电话 说已经得去公安局问话了 还真是未免出话呀 小伙子 好样的 你今天怎么突然出现在那儿 我听说你们出事了 听谁说的 跟唐张望聊事 正好有听她说的 谢谢啊 今天 谢什么 这也不算啥啊 你这几天看来 要吃点清淡的了 不然会留疤 知道了 谢谢 我们至少还可以做朋友吧 就做朋友 行吗 就是你对曾宇航和许思恬的那种 简简单单的 谁也别说奇怪话 谁也别有越界行为的那种朋友 好啊 没问题 没问题 那今天谢谢朋友出手相救了 小意思 我的朋友 你好 你吗 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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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